LINE官方帐号新收费机制3月1日上路 急得出手的新闻也越来越多 如此计就将从LINE攀迁至Telegram 蔡英文总统也用Telegram降低LINE支出 到底这个让大家频频讨论是什么新通讯软体 究竟能获得众多师兄师姐信赖和群发大户的注意呢 就让每日商业带你一探究竟吧 交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业 10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是阿峰 我们今天的报导来源是刊登在2020年1月22号 所撰写并刊登在老猫测三C的 LINE越来越贵 搬迁Telegram降低费用 行行吧 不是所有行销都适用 LINE推出LINE官方账号后 旧版的LINE8即将停用 随着新服务的推出费用也跟着调整 整体费用上升的幅度非常的惊人 导致企业开始思索是否转移阵地 但真的什么商家都适用Telegram的服务吗 Telegram首次发行日期在2013年8月14日 它的优点大致上跟LINE的功能差不多 LINE有群组 Telegram也有群组功能 LINE8功能等同于Telegram的频道功能 其余相似处这里就不多做介绍 先带大家来看看Telegram出色的六大优点 1.讯息永久保存 进入群组后也可以查询到进入群组前的所有讯息 不会因为后务而不知前面发生什么事情 2.几乎不限制档案传送的大小 其他通讯软体会限制档案大小 如图片不可超过3MB 影片不可超过200MB之类的 但Telegram只限制单一档案不能超过5GB 3.群组功能支援到20万人 LINE目前群组功能只能支援上线到500人 4.高度安全性 使用点对点加密 讯息不会被储存到伺服性上面 也可设定讯息时效性 时效超过就自行销毁 5.多平台云端同步 同时支援Android、iOS、Windows、MacOS等系统 任何平台都可以登录 因为具有跨平台同步功能 所以就算遗失手机也不会遗失讯息 6.杜绝色情 在LINE泛滥的色情图片或影片群组 在Telegram群组是不容许发生的 目前正在iOS、苹果系统严格执行中 日后Android有机会跟进 Telegram有提供检举功能 有任何群组或频道被检举后会被标记 被标记后则无法在任何App Store下载的程式中 查看聊天室内容 会如此严格是因为Telegram 曾因不适当的内容为由 在App Store中被下架 所以在苹果系统中对设计内容的管制 更加严格 Telegram也是骇客的最爱加密通讯软体 由于其加密的特性 使得讯息受到了保护 无法被监听 在去年香港开始进行的反送中活动里面 Telegram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是参与运动的人士的必备通讯软体 Telegram可以帮助人们避免被监控 以上特点都让Telegram在众多的通讯软体脱颖而出 但你真的适合转移到Telegram吗? 虽然Telegram有以上众多出色的优点 但并非人人都适用 因为LINE官方账号的收费调整后收费并不便宜 所以刺激的迁移可能是成本考量 如果你是抱持着成本降低的考量 而转移到Telegram上 请好好考虑以下几点 1.Telegram目前在台湾依然是小众市场 对企业端使用Telegram可以降低成本 但对使用者的好处是什么呢? 如果没有任何好处 你的Telegram频道将成为僵尸频道 就算再怎么样推播促销讯息 也不会被消费者看到 没有一个消费者装一个APP是为了看广告 如果没有长期的诱因 这个APP很快就会被消费者遗忘冰封了 2.为何慈激考虑牵移Telegram 慈激属于宗教的团体 基本上是非常有向心力的 如果使用LINE官方账号 对百万会员不答资讯将是比非常庞大的费用 但因为会员有着热爱慈激的使命 所以必定会常常观看重要资讯 身为电商或品牌端或企业主 你有信心消费者会常常打开 Telegram就是为了看你的促销广告吗? 3.在台湾Telegram适合谁? 因为台湾的形态很特别 几乎人人都使用LINE来当作通讯软体 Telegram的市占率低 产生不了群聚效应 跟LINE相比对使用者而言 实在没有太多费用不可的旅游 但在有共同兴趣为前提项的类型 肯定会发展的不错 以下打几个比方 A.宗教型、政治型、频道型的分享群组 B.旅游型、生活型、教学型的爬文群组 C.投资型、理财型、技术型的相关群组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这里的宗教使用的是频道 频道等同于LINE AT只能单向发送讯息 因为宗教的特殊向心力 会员不会遗忘Telegram时间的关注 至于其他产业也想使用Telegram来代替LINE AT的话 以目前来看主力实在太高 LINE是生活必需品 在用来跟家人、朋友联系时 突然看到旁边有一些官方账号的广告 这时候有可能会点进去看看 但要叫使用者专门打开Telegram来看广告 这难度就非常的高了 因此建议商家、企业们除了思考变贵的问题 也应该要重视如何更有效的去做分众推播讯息这件事 而非暴力的只是想把全部的信息推播给全部的粉丝、会员 以避免浪费的讯息、费用的同时 接受度也变低了 再来就是群组 其实可以互相讨论的群组 特别适合搬到Telegram 可以不错过任何精彩的讨论 又没有人数上限500人的限制 真的很适合使用Telegram 这也就是为何加密货币圈 人人都用Telegram的原因 赚钱这种事情 人们总是会特别的认真 所以使用Telegram群组 可以完全保留所有资讯 再加上人数20万的超高上限 可以同时容纳超多人 这样才不会发生一群讨论了精彩资讯 但二群却完全不知道发生的情形是什么 很适合给经营讨论群组的企业或KOL来使用 好的 今天的每日商业就到这边 Telegram虽然拥有众多强大的功能 再加上实际迁移的议题迅速在行销圈发烧 但行销上终究不是靠新型工具就能立即见效 如果说服消费者转移至Telegram才会是最大的前提 如果从LINE8转移到Telegram却无法让消费者得到更多的好处 终究会转移失败 面对新工具时许多行销容易陷入看见这个行销工具功能强大 不需额外付费等优点的迷思 但却忘了对消费者来说是真的比较友善吗 在没思考清楚这些问题之前 贸然投入资源去尝试Telegram的行销也是一种浪费 如果想要创造双赢 那还是务必要先多方尝试 评估了解消费者需要后再执行搬迁 在这边想问看看正在看影片的你们 你们用过Telegram吗 觉得好用吗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哦 最后想邀请每一位对新创商业科技有兴趣的朋友们 欢迎点击资讯栏连结 加入焦点观点Plus社团 让我们一起讨论世界商业生态 焦点观点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天商业 10分钟交流一个商业观点 我们下次见 拜拜